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宣長 副宣長 國教主委主管 各位媒體記者 各位動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們先讀上次會議記錄 第五次會議記錄 時間中華民國105年6月3日上午9時27分 地點本會議事廳 出席張議長明達等19人 類型消防局 黃局長 智隆等24人 來賓各報社記者等22人 主席張議長明達 秘書長黃尚文 議事組主任張燕博 記錄 盧政道 林綠營 王立賢 黃旭平 主席宣告開會 1 報告事項 1 主席報告議事之成 2 議事組宣讀第四次會議記錄 2 各局處工作報告 具有消防局 衛生局 環保局 財政稅務局 文化觀光局 社會局 公車處等 3 主席財事 議員所需資料 請各局處如期送至本會 4 散會 上午10時24分 以上 我們上次會議記錄 各位同仁有什麼意見 沒有 我們確認了 我們今天排庭的議事日程 是憲政總質詢 今天我們排庭的議員有 黃英勳 陳柏林 王岐黎 蔡信典 曾亮澤 葉和平 那現在 黃英勳開始了 我們現在開始 50分鐘了 謝謝大會主席 張議長 那也謝謝張議長 允許我們議會可以採更開放的態度 讓雲鈞進行手機網路直播 那我想很多公民團體 以及關心嘉義憲政的朋友都會非常的感謝 那我們縣長 還有我們的副縣長 以及各局處的長官 大家早安 今天 首先我想要請大會主席允許 營軍可以請我們嘉義縣農業處 動物防治所的所長列備巡台 來 所長 所長 來吧 大會主席張副議長 還有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還有各位議員 大家早 黃議員早 謝謝李所長 那我們就時間的關係 我們快速進入我們的主題 那上個月因為我們動保所人為舒適 造成舒適之流浪犬在動保車上面悶的致死 那嘉義憲政府也因為這件事情形象受傷頗重 那也要上國際的版面 那這幾個禮拜下來 我知道李所長非常的關心 那也開了許多檢討會議 那跟動保團體也有非常高的頻率互相交流意見 那透過我們這個直播的現場 我想要就是針對我們改善的進度跟狀況 還有我們未來會做的施政方向 我們一起來做個呈現 那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民雄流浪動物收容所最多能收納幾隻流浪動物 報告議員 因為民雄收容所它的環境 事實上空間是不大 不過如果是依據所謂收容動物的數量 主要是要看我們收容的全隻的大小 那平均大概我們收容的數量可以大概120到150隻 根據它的大小 就是120隻150 對 可是根據我們的資料顯示 我們每個月平均是收容300多隻 也就是超收的狀況 那以這樣子一直超收的狀況來講 我們蓋10個收容所都不夠 都不夠用 所以我跟動保團體討論 那其實所長也有提 之前有提到要精確補作 那請問精確補作這部分 您將怎麼去做個SOP 是 因為問這個問題 有關精確補作這部分 其實現在各個直轄市 他們都在做精確補作這個部分 那精確補作 其實它的大意就是說 狗狗不是人捕我們去捕 不是大小隻我們捕 它主要精確補作的意義是就是說 我們去針對會更加的 會更撈的 會造成社區危害的這個部分 我們才動用我們的這個動物管制人員 去做補作移除的動作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縣目前是還沒有在做 那不過這個部分 我在收集相關的資料 那我們會以一定的行政程序來簽辦 那簽辦完了之後呢 我們就會召集公所來做一個開會 那達成這個共識之後呢 來做執行 那這個時程大概是什麼時候啊 你能說即將 即將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希望在七月初之前 七月就可以把公所召集來做開會的這個動作 那七月初召集這個 十八鄉鎮的清潔隊的那個隊員嗎 是 那所以他們每個十八鄉鎮的清潔隊 都會有一個一至二名的專職 受過怎麼去捕捉流浪群的 這樣子一個訓練嗎 這個訓練的部分 我們其實中央農委會他們都有在做這個動物管制人員訓練 如果這些相關的訓練我們也會把文轉到各公所去 請我們清潔隊的人員來做受訓的這個動作 那這除了去做一個專業的訓練喔 那我們想要去抓流浪群其實是有難度的 因為有些流浪群他其實是非常的聰明 那只要看到那個清潔隊的車子一來他就會跑 那我們目前公部門呈現在抓與不抓都是難題 抓了我們會超收 那目前的環境又不是那麼的好 目前的硬體也不是那麼的完善 那不抓有些問題權他確實會攻擊人 攻擊車也會造成民眾的安全 所以我覺得我的建議是我們應該要抓問題權 就是所長剛剛有提的精確不做 那精確捕捉的器具現在我們櫃單位是用什麼器具去抓 報告議員 現在我們有關這種流浪動物 我們在田間去做捕捉我們有兩種功 一個是吹劍 吹劍 那一個是麻醉槍 那這個麻醉槍是針對這種比較凶猛性的 或者是距離比較遠的 沒有辦法做距離接觸的 這個部分我們才會使用麻醉槍 但是這個麻醉槍是管制品 管制 所以必須清潔隊再跟哪個單位申請 這個可以跟我們做聯繫 直接跟你們做聯繫 那如果是像通保團體有提供我這個是吹劍的 這可不可以由我們農業處配幾十八鄉鎮 一個吹劍的這個管制 吹劍它有一些使用管制上的一些限制跟作業規範 對 它的那個麻醉劑是需要醫師佐陪頭 對 沒錯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會利用在這一次精確補作的部分 我們會把這個吹劍的一些使用的藥像跟規範 一起來跟公所做一個討論 這個吹劍其實成本不是很高 大概多少錢 你知道嗎 他有看品牌啦 可能大概幾千塊就可以 他也有旅館啦 這個是比較好的材質 那其實這個吹劍啊 剛剛你有說有那個麻醉槍 麻醉槍其實最好的 它可以射成五百公尺圓的那個狗狗 而且它會有那個綠色的雷射燈 所以它可以更精確的射中狗狗的身體 可是這個管子啊頂多就是八到十公尺 對 對 那我示範一下 這個就是一個Sample啦 那它放進去之後 那邊的局處長不用擔心 只有八公尺會射到 那我試試看喔 大概就是這樣子 對 那這個要訓練它的準度 然後還要專業人員習慣操作 那不然有時候射了十次狗都跑掉了 其實是 還沒射中 對 還沒射中 所以問題還是存在 那我還是建議我們未來是可以用麻醉槍 那個是更有效率的器具 那建立那個SOP 讓清潔隊員的專者捕抓流浪權的隊員 可以跟我們貴單位申請 那甚至其實我覺得如果是配給十八鄉鎮 各一支由他們自行保管 我覺得會是更有效率的一個方式 可以參考看看 好 這我們部分來參考看看 謝謝 好 那首先接下來我們要探討的就是 麻煩幫我播 對 這個 這個桃園新屋 32歲動保園園長簡志成 他在日前吞狗狗安樂死的要自殺身亡 這件新聞對我的震撼非常非常的大 可以關起來 謝謝 那對我的震撼之大是 我知道貴單位長期都一直人力短缺 那過去在悶死狗狗這件事情之前 也沒有受到長官的重視 貴單位其實都是在人力短缺 然後面對外界很多壓力的情況下 長期 非常長期的承受很多的壓力 那請問我們現在動保科總共有幾名職員 動保科它的正式編制是一個課長 那三位承辦人員 那因為這個事件之後其實我已經 有增額嗎 那我是動用全所能力去做一個調配 那調配的部分就是在民雄收容所民收的部分 現場的駐場受醫師過去都只有一位 這醫院應該知道 那這部分我們已經從這個四月底五月初 就把長住的這兩位受醫師就派出到收容所 那清潔人員的部分過去也都只有一位 那現在已經增聘到三位 有增聘到三位 那其實在這個悲劇之後 如果我們可以大破大力的做一個改革 其實至少這些狗狗他們死的有價值 那我們跟幾個民間動保團體合作 其實他們也有給我建言 他說嘉義縣的南華大學跟中正大學 這兩所學校離我們民雄收容所地理位置非常的近 而且這兩間大學他們有自己的動保社團 那這個社團南華大學是勾勾志工隊 那中正大學是寶貝生命社 那這兩個社團加總起來 關心流浪動物議題的大學生大概有五六千位 對 這是滿熱門的一個動保社團 那既然他的地理位置還有他的人員都有這麼的充足 地理位置加然後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我覺得我們應該主動去跟這些社團做個配合 那所長你的看法呢 有沒有合作的空間 有有有 那議員這個建議非常好 其實議員也知道 其實我們在人力的部分確實有不足 那如果可以把志工這個部分來做納入考量 來協助我們民雄的這個整個運作 當然是再好不過了 那這個部分剛剛議員所建議的 跟學校社團這部分的合作 我會趕快來做聯繫 那也特別跟議員做一個報告 就是說那個中正大學犯罪防治系的一位林明姐教授 我們已經跟他當面洽談好了 那下學期呢 他會在9月的時候 開一門這個必修的課程是通識教育 那這部分是有關動保教育的課程 那就是說上課的時數呢 他大概會遭受40名的學生 那這40名的學生呢 就會到我們民修來做志工 那相關的合作系項呢 也大概大方向都跟老師談好了 所以在志工的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有這個初步的進展 那至於剛剛黃燕所提到的 跟學校社團合作的這部分呢 我們會來再做繼續的聯繫 謝謝 那很謝謝理所長 別出心裁有找到一個認同動保這個議題的教授 我願意開班授課 那我覺得這非常棒 那會後幫我引見一下 認識一下 好 那另外我想要詢問的是 幾次的定期會 我曾經都提過 我們動保所的官網 其實是之前是有點停滯 那後來我們在6月的時候 已經重新有更完善的建構 那未來我也希望說 我們這個平台可以讓更多的朋友 更多的宣明知道 所以這部分的宣傳 我希望那個理所長 你們要更加把勁 讓喜歡狗狗的不用花錢去購買 那可以透過這個認養網的平台 讓收容所裡面的毛小孩 可以找到他們喜歡他們的家庭 那這部分也請理所長再多費心 好 沒問題 那另外有嘉義縣的售醫 向我建議 本縣收取寵物經費登記費 是高達1000元 那雲林縣跟嘉義市的價錢 大概都坐落在200至500塊之間 那我想請教 為什麼我們嘉義縣的金片費偏貴 報告議員 有關這個寵物登記費的部分 我們目前的規定是 已經絕育的話是800塊 那未絕育的話是1300塊 不過我們有一個措施就是說 我們在辦理動保月的時候 這個部分都是免費的 動保月是什麼時候 這個部分過去我們大概都八九月會辦 因為要提高剛月所提的這個任養育的部分 我們會再來提早一個月 就是連續三個月七八九月就來做 就是下個月 對 那所有的費用都免費嗎 對 那這個更應該要大力的宣導一下 還是說我們有預算的壓力 不太能大肆宣傳 目前應該還可以 OK 那我建議是應該可以到校園去宣傳一下 好 那在硬體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很羨慕 嘉義市他們的動保團體 是很團結 那也很理性 那在三年前就開始不斷不斷的 透過外圍的力量 告訴他們的市政府 應該去爭取一個更合宜 然後更完善的收容所 他們叫做生命園區 應該是生命園區 OK 那我們嘉義縣收容所 張縣長透過媒體來允諾 說原地應該要就是重建 那這一筆經費 目前我們是預計要爭取多少錢 才能整個有這個夢想 報告議員 有關我們民收的一個改建規劃 其實我們內部有做一個先取規劃 那有兩個版本 那也跟相公所還有代表會做過討論 那大家 他們同意嗎 原則是同意的 就是說在 原來的地方 因為它是臨幣設施 臨幣設施 所以其實要找電 確實很不容易 那如果可以在原地做一個規劃 那我們爭取足夠的經費 來那邊做一個好好的建設 我想這個是在動保這一塊是一個 嘉義市的那個生命園區 他們嘉義市政府是自酬一千三百萬 農委會補助是三千零九十一萬 OK 那這樣子 我們需要中央的大力支持 我覺得剛好我們嘉義縣現在碰上一個天使地利人和的狀況 是一個非常 對我們嘉義縣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可以向農委會爭取 那縣長 縣長麻煩您來回答一下 我們就依照嘉義市的生命教育園區 嘉義市政府自酬一千三百萬 農委會支持三千多萬 那現在嘉義縣農委會副主委翁張良 是我們嘉義縣人 又是我們縣府團隊的重要成員 那是不是可以借助您的經口 您的力量 特別特別的去跟他請託 我們嘉義縣收容所 也非常需要農委會的支持 謝謝黃燕金議員 非常關心毛小海的事情 我覺得你剛剛建議幾項都非常非常有建設性 像崔劍華 不過這個東西我們會請 動物黃治所 還要再 再認真檢討一下的部分 就是說 18個箱子沒有問題 但是你崔劍的技巧 訓練 這個一定要 然後如果說你對象用錯了 那可能會造成大錯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認為這個比以前的 用網子在做一定比較有效 當然 但是他有一些問題要 後續後遺症的問題要先解決 第二點 我現在講的是 我們講的是 能不能爭取 我知道 我們已經在爭取 已經在爭取 措施 所以地方居民的抗爭不斷 所以他事實上 我們也有規劃會了 我們正在規劃 那他們規劃好了以後 居民抗爭還沒有辦法真正去實施 所以他們現在動保團體 自行在大陵 有設一個收容所 目前還不是合法的 但是這是因為動保人士 他關心毛小孩特別做的 那我們嘉義縣 這個農委會的政策早就有 所以我們已經在規劃中 因為我們 那請問縣長 能不能在你任內完成 我想我一定會完成 在你的任內可以完成 我可以完成 那真的太棒了 因為現在我們事實上 已經在規劃 現在目前的臨時收容所 事實上他的容量 就像你講的 超收 超收啊 可是我們超收的部分 只能找民間的動保團體 協助再去收 但是 如果我們可以重新一個 更乾淨 然後更完善的一個收容所 我相信有更多民眾 是很樂意 前往到民雄的山區 去做一個任養 或者是做一個 譬如說 校外教學的一個課程 這個相對的 對於我們嘉義縣 小朋友 他們對於 從小對於那個生命的尊重 是非常有效果的 那因為現在他的環境 就不是很好 就是現在不好 對 所以那個叫做臨時收容所 臨時的 但是因為是臨幣 所以我們必須跟地方 溝通 我們已經有溝通過 那現在 我們現在這個 教育園區 我們一筆已經 預定 四千八百萬 然後中央已經給我們 一百多萬 一百七十萬 在規劃中 那這個數字差得太遠了 我們希望有四千多萬 可是現在核准一百多萬嗎 不會 我認為中央非常重視 就是所謂這種流浪動物的一個 教育園區 我們講教育園區就是說 包括給小朋友 怎麼樣去認養 成人去認養 還有訓練 這些流浪犬變成工作犬 這個都是要一個教育園區 所以我們規劃這個四千八百萬 已經在規劃中 因為時間 我知道我知道 規劃中 那我真的希望 就是您剛剛說的任內 我們可以完成 我希望在一年左右的時間 來興建完成 然後我們來收容這些流浪犬 而且我們不只是流浪犬 我們還要把它做訓練 變成它可以幫我們顧家的工作權 謝謝 謝謝 謝謝縣長 好 那也謝謝我們所長秦桐 感恩 謝謝議員 那我最後再問一下教育處長 來 教育處長 來 教育處長 來 教育處長 其實我覺得最根源的問題就是 人們的想法 那人類的想法 其實在 如果在他的求學階段 小學 國中階段 可以有一個尊重生命的教育養成 其實對於未來的五年十年 我相信這個因為小朋友的觀念 更成熟 那可以對我們流浪動物是更友善的一個對待方式 那根據我所調查的資料 嘉義市 他們有跟嘉義市流浪動物的協會合作 他們在2014年總共舉辦了72場巡迴獎座 那在當年他們就少了3215隻流浪犬入所 那2015年他們又再舉辦了42場的巡迴獎座 從1300隻流浪狗降低到970隻流浪狗 也就是說它是有成效的 那所以我建議 我們每個月都超出300隻流浪犬 平均一年 一年我們就收了大概3000多隻流浪犬 那顯然嘉義市民 還有很多這方面知識的不足 也不是說不足 就是比較薄弱 我認為流浪狗就給牠放生 其實放生就是放死 而且還會造成環境啊 社會問題 非常多社會要付出更大的成本 所以我建議 是不是在我們全嘉義縣各國中小學 可以開始開辦類似這樣子 有關於動保議題的課程 讓國中小的小朋友 可以更早的去接受這樣子的課題 是我想再次感謝 那麼黃妍對動物保護 那麼對議題的關心 黃妍一直 也沒怎麼進來看 對這個議題的重視 我想教育單位擇有貪貸 我想一切良好習慣的養成 都是來自國中小 尤其國小階段 過期我們不是沒有辦過 可能比較少 比較少 對 未來是不是可以 未來 我想有 一個很好的辦法 就是說 我們今 每一學期的開學 第一週 第一週 都是一個友善校園週 對於我們國中小要找 這禮拜找一日 專門 尊對如何讓校園更友善 有一個這個 這個 這個 有校長 向我們來宣教 由校長啊 對由校長 我現在還想過期有三校園週 這是儲蓄性的 因為這個議題不是儲蓄性 我認為這不但有意義 而且是儲蓄性 所以你建議每個學期嗎 都來個一堂 對對 每學期都要有一堂 那第一次 我的計畫說 下學期開始 因為現在要結束了 我們剛才在議院 要通行個校 第一次 請學校 不能國中小 因為數位很發達 我們學校都可以用 現有的數位設備來觀賞 其實可以 我建議可以看一下 來看12月 小學 對小學是可以看一下影片 相關的影片 那大學校 按於硬體設備的限制 是不是也可以請一些 動保的講師 前進校園 對 當然我說的是第一部 第一部 比較普及性的就是 看這個 看影片 有關 靈養不棄養 這個12月 這個紀錄片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義 看來你就會有同理心 那大學校你會什麼 大學的部分 當然這個 比較專業的 這個地性可能要整身一層 我們會邀請我們相關的動保人士 還有志工 來強化 來強化 我相信這個必須要持續性來做 讓孩子感到 有生命的東西 都是主要我們去愛情 去珍惜 去尊重的 那如果說我們是全縣的國中校 是不是可以由教育處 收集各國中校 他們對於他們自辦 或者是請外聘的講師 他們每一間學校的內容 可不可以做一個整理 我也做通給 這些都會做成紀錄 那到時候 學期末在 要露鼠啦 學期末在給我一個相關的報告 你如果對動物也尊重 對人必然會尊重 當然 而且現在透過於 動保團體的努力 現在虐待動物是有刑事的責任 那我們更應該教育小朋友 如果虐待動物 應該就是 他可能會面臨到刑事的責任 而且有可能 現在網路發達 有可能他也會勝敗名列 我們是更應該要去 保護學生的 當作出發點 所以 這部分的課程 有望我們教育處多做努力 我自己來規劃 謝謝 感謝黃燕的提醒跟關心 問一下 剛剛聽議員 沒人你又這麼愛心 對毛小孩 我覺得嘉義縣 倒是可以請黃英軍 議員當我們嘉義縣的 流浪犬 愛心大使 跟志工到各學校 或是各社區去宣討 但是 另外就是說 我們在鼓勵 鎮養的同時 我覺得 我們比較需要落實的是 打預防針 截雜 還有紫晶片 因為流浪犬一直多 一直繁衍的問題 就是沒有截雜 所以越生越多 我們就任養不完 也取締不完 又沒有那麼多的收容空間 所以我覺得 我們在鼓勵大家 任養的同時 我們也一定要先落實 這個截雜 打疫苗 跟紫晶片 這些相關的 相關的業務 這個 也有賴現場 大力支持 最後我是建議 這個教育處不妨 禮 那個 這個 特別去禮聘 我們的黃英軍 議員 當我們嘉義縣 流浪犬 我很樂意 這個 現場比較有號召力 都可以一起來 我比較沒用 另外我剛剛再補充一下 剛才我跟妳講 一年的時間 是從現在到規劃 完成規劃 土地變更 但是在我任內 一定保證完成 好不好 謝謝縣長 那謝謝教育處長 那接下來這個議題 我想要先 處長記載 謝謝 那麻煩那個影片 幫我播一下 謝謝 那這個影片 特別要請縣長 剛剛播的是 蔡依林的MV 不一樣又怎樣 那其實這個課題 這個影片 一直是我們台灣社會 需要在更多 更多人的認同 跟討論 那在歌詞裡面 我很喜歡兩句話 各有各一生一世 各有各的溫柔想 其實它就是在講 同志伴侶登記的問題 那因為台灣的法律上 同志結婚是還不被允許的 那在這個MV裡面呢 它就是在闡述 台灣的社會壓力 家庭的保守觀念 其實導致很多同志的朋友 他們在愛戀過程中 是不被祝福 那所以他們選擇 跟家人斷了聯繫 可是每當萬一 每當遇到一個生命的關卡 在醫院需要簽署 家屬同意書的時候 他們面臨到 許多窘境 就聯絡不到家屬啦 那其實他是最親密的 辦理卻不能幫他代簽 開刀同意書 那在這部分 其實全台灣已經有十個縣市 十個縣市 在這一兩年 包含在最近520之後 都有其他縣市簽署 在他們的互贈系統 可以允許同志的登記 我們先看一則報導 麻煩幫我放第一張 OK 這個報導上面有寫到 六直轄市 農業大縣彰化縣 在四月份都已經開刀 那在520之後 還有宜蘭縣 宜蘭縣它也通過 這個伴侶登記的重要性 所以我想問一下 彰化貫縣長 那您對這件事情 是否可以給予支持 雖然我們是農業縣 當然是風氣是相對的把守 可是就更應該是 由您來大破大力開創新的格局 讓這個 這個事件可以得到我們 憲民的一些朋友的重視 那也可以展現您 高格局的一個 一個 視野 謝謝 謝謝黃英俊議員 你關心這個社會問題 我都關心比較冷門的議題 道保的人也少 其實 然後同志的朋友也少 但是不代表他們不存在 沒有 我基本上性別平等 是我們的普世價值 是 我是 我個人是認同的 那現在我們有十個縣市 對 有註記 可是所謂的註記 只是內部有登記 內部有登記 在現實的法令上 是 他並不承認 所以 他因為他牽涉 後面牽涉的問題 有 譬如說 繼承 譬如說下有些負債的問題 我現在講的不是配偶 我講的是註記 登記 伴侶的註記 我們會接受這樣的觀念 也在做 但是因為5月30號 新的法務部長 他已經宣誓 他正在修性別平等法 這樣子 有一個法員的話 註記是更有意義的 是 可以解決更複雜的問題 當然 那至於你剛才 播放影片那個不一樣又怎樣 基本上我們看了也很感動 人間的這個溫情愛情 不限於是兩性 同性也是可以 那根據醫師法63條 你緊急的時候 就要配上 不是配偶 配上就是包括親密伴侶 或是同居的朋友 還有兩位醫師在場 就可以做這樣子的一些 法令上允許的 所以這是兩件事情 那至於註記的部分 我剛剛已經宣誓 性別平等 絕對是我們的普世價值 所以 所以我們要訂定 現在那個秋太三 5月30號 說一個瓜均定的同性辦理 現在已經六月了 已經說 對 他現在正在修 正在修 我覺得我們相信小英政府 應該是改革 而且效率 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他同性辦理法通過之後 有這個母法 我們的註記才有意義 目前這十個縣市的註記 只是說 你來給我定期 我保證是無所下降的 但是一點法律效力 都沒有 我現在不是講的法律效力 是說醫院可以透過附證系統 在最快的時間黃金時間去查 他們是伴侶關係 他就可以幫他開大 這十個縣市是這樣子 事實上 114法630號 在任何緊急狀況 他當然是通知配偶最優先 其他的他都是可以允許的 所以這一點我想 議員關心的 非常非常的細微 那我們相信 同性辦理法 應該很短時間會修 我們也在 我們同樣的方向是在 我們本來就是要辦註記 那因為邱泰山講 他的同性辦理法 在修 這個應該是很短的時間 就可以修了 所以我們的註記 就會變成具有法律效力 謝謝縣長 也謝謝縣長的支持 那報告議長 因為我還有社會局 文官局的那個 議題 那但是因為我知道 外面有許多民眾要澄請 那是不是我 再跟其他議員借時間 或者是 因為我還有剩十分鐘 我是九點十分開始 那我應該還有十分鐘 OK 那等一下陳柏林議員時間 會讓我發揮十分鐘 如果今天有機會的話 或者我再另外早一天借時間 謝謝 可以可以 您現在 請 台北主席 我們中議長 管長 我們的社會行政一級主管 我們的議員動輪 還有媒體成績小姐 大家早安 在我這次文章中的時間 裡面 在這裡 先跟我們的台會主席 張議長 我們先幫你清休息 差不多三分鐘五分鐘 邀請我們的管長 還有我們的一級主管 還有我們的議員動輪 媒體成績小姐來到大廳 因為呢 中部鄉親的家庭 來到我們議會 來做一個縮圓 要來清洗我們的管長 希望呢 我們甚至來到大廳 來接待我們中部鄉親 都一些傳統代表 像我們這邊先休息 少三五分鐘 好啊 沒關係啦 這樣 甚至在後車我們的管長 以及主管 我們到我們的大廳 好不好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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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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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感谢观看 感恩 感谢观看 所应 感恩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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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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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